妳要生兒子還是女兒 女兒 我教妳好不好 好 妳是說來我們家示範 沒有 老師在 沒有 其實沒有 老師在 我現在講給妳聽 第一個 當妳要生兒子的時候 老師對不對 還要看誰這樣 真的 當妳在十二點就啪噹噹噹噹 晚上12點 打到11下的時候 當第12下的時候 趕快 妳是說要抓得那麼準 凌晨12點 對 當第12下敲下去的時候 二話不說 摟頭就弄它 摟頭 什麼可怕 妳不要像過門一樣 一丟就走人 不要 當丟完之後 二話不說 兩個腿 把妳老婆兩個腿 抓起來 還要抖一抖 這個我大概 真的假的 這一段能播嗎 沒有 這個太深了 反正就說 反正要把身體先飄用好 沒有 你如果這樣子 一點點都不能落實掉 不要怕身體 我保證 原來是男人 可以叫做 不要動出來 不要動 一滴都不能浪費 這樣知道 好 來 人家都是或是什麼事業不順暢 對 但是我一直都在 打從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入這一行的時候 對 我是示範學校的 我不想不想教書 就上來跟媽媽爸爸講說 上來演戲 上來台北以後 我就從最基層 因為我客家人 OK 航林 航林 那我什麼都不懂 我就從工作人員開始做 偶然的機會 讓我認識了什麼 以前叫聚務 現在叫執行 我一天賺你150塊 天啊 真是 真的嗎 辛苦 有那個臨時演員 我可以去賺一下 那時候連續演員是200塊 那很多人 200塊 但是一個問題就被抽 被人家抽了這些150 但還不錯 我衣服穿著 我還可以做道具 先著做 對 同時 我的牌子 台灣話 我不會講 幾來 幾來 張忠榮 就張忠榮 張忠榮在製作 我就是要上去當 當那個小五孩 當消防我就跟那個 所以你演五行也做就對了 因為 在那個機會會認識 你就在學習 等於他有什麼做什麼 對 什麼都做 奇怪 怎麼演一次第二天就沒有我 告訴我 他說 舅長在說 你在看台語的人聽不懂 我想罵出來 是 從頭到尾我講兩句話 哪兩句 是 這樣說人聽不懂 是 師 師 是的 師父 師 師 這樣說人聽 這樣人聽 這有點故意的 你是怎麼說 你是說 錯了 那個時候 也要謝謝張忠榮 就是因為這樣才讓我 塗花我這 台語 台語對不對 那我就在華視 當了製作人 喔 我以前做的大小姐公園 我這位 曹太郎 也是我製作人 那個當年都頭髮半面 對 這差不多30幾年前 因為這種機嫌 一直在演藝圈裡面 我的事業 比較那個 機這麼多 有什麼關係 對 我也還在做 到現在就一直在說 事業變成的成功 對 婚禮有沒有 沒有 也因為是這樣子的機嫌 所以很多機會讓我去 很多妹妹 想到了 但是 我接觸到 我本身一直從年輕到現在 我今年已經都快80 70幾了 對啊 我講實話 是 我在外面 人家都對我很好 我只能這樣講 別人在笑的 在笑 年輕時很遠 現在也遠遠了嗎 現在也很遠遠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老師 我這個問題到底是出在哪 是我帶頭髮 女人緣 也是我 笑到 唉唷 是會笑到 為什麼依著我這婚姻 婆婆異性那麼多 老師 這個叫請教你 憲哥你遇到對手了 你遇到對手了 遇到對手了 我在四年前 好強喔 也是人家對你很好 你真的是我們演藝圈的奇人 真的 沒有 我這個老婆真的也是沒話講 有一天 因為我們在交往的時候 在那邊交往的時候 有一天我老婆說 妳說 妳大哥 我說幹嘛 我蹲下來 蛤 我蹲下來 叫妳蹲下 她蹲下來 幹嘛呢 然後叫我趴在她身上 為什麼 我說 她說我看看我能背得動你嗎 蛤 我說你怎麼來這一招呢 後來她就這樣 她說我們年齡有差距 對不對 畢竟人老都會生老病死 跑不掉的 將來能不能背得動你 萬一我們只有兩個 很讚人 我們只有兩個人在一塊 萬一你怎麼了 我要背得動你 救你 救救救 救救救救救超慢 妳有差距 超幸福的 超幸福的 快二十 大他二十 那還好啦 那不能這樣講 你年紀大了 吸收能力不好 所以要吃一些保養品 你才能像我這樣 結果妳怎麼加分 很厲害耶 很標準喔對不對 而且很輕鬆 不是 你有一般 現在一般年紀比較大一點 它一定沒辦法 它走路到那又沒辦法走 對不對 所以我說膝蓋 這個膝蓋好棒 所以我說 哇塞 好快 可以 在蹲上 五行蹲 什麼 這個很重要 他這是最後一次的婚姻了嗎 對 LASTOR嗎 我們常常講說先天命後天孕 先天命格就是我們 古早人說老頭子 八尼命 你的這個資料很明顯 你夫妻公裡頭 他帶的叫偏硬 通常 如果我們一般的朋友 如果你發現你夫妻公是偏硬的話 他不太適合早婚 早婚以上就比較會有一些變數 如果晚婚 有時候遇到對象都非常的好 名字上面來看 雷鴻大哥他身上屬牛 他的名字裡頭 第二個字結尾最後是 國字的這個結尾 最後是乾哥的哥 哥其實是代表刀 那很硬 豬牛羊最怕什麼 劍刀 豬牛羊劍刀什麼 要做犧牲奉獻 所以你會覺得我雖然對方也很好 有時候 我 有時候人家做得很多 有時候不一定人家 人家陪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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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會覺得我付出很多 我怎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主要我剛才提到的是 夫妻公這個部分 我不管從先天的面格 後天的名字上面來說 都看到在這部分 夫妻公上出現一些狀況 不過第三個還是可以調整 大家不妨在家裡頭 比如說在夫妻的床 稍微調整一下 家裡頭第一個 最好你的後面是石牆 然後你的出入的門跟窗戶 看出去的地方 最好在你雙手 左側斜前方45度的範圍 這樣子的話 兩個夫妻之間感情都會比較好 其實雷洪大哥要特別注意就是 就是泌尿系統的部分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剛剛大哥才在說 祕訣用過的都說棒 你聽到那個泌尿 泌尿系統跟生肌系統不一樣 木木老師的意思是說 雷洪大哥他的泌尿系統 常態性都處於 也許有發言 用的比較多一些 泌尿系統跟生肌系統不一樣 心臟系統容易影響到我們的眼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泌尿系統 就容易影響到我們的耳朵 所以這一塊真的要特別的小心 然後今年下半年呢 包含身體狀況 然後還有就是車關 都要特別的小心跟注意喔